美股半导体集体飙涨A股信号不断 2000亿国家队又加仓 近期半导体概念股利好不断 11月4日晚间 市值1700亿美元的高通盘中 一度大涨超15% 创近9个月新高 11月4日晚间 A股上市公司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 华天科技披露订增结果 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10.98元美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51亿元 华天科技为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 产业规模位列全球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前十大之列 今年前三季度 华天科技实现营收88.67亿元 同比增长49.85% 实现净利10.28亿元 同比增长129.78% 深港证券分析师区一评宋平表示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带动下 中国大陆半导体芯片产业生产线的投资布局 将进一步拓展 半导体芯片相关产品技术将继续加快变革 中国大陆IC芯片设计和IC封装领域均有望实现突破 半导体芯片产业国产化替代 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华创证券认为 经过超一年的量价提升行情后 市场对半导体的后续景气度分歧较大 后续半导体的诸多细分行业的景气度 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 整体看和消费类下游相关性较高的细分行业 由于下游的库存调整 导致景气度出现进一步上行的可能性较低 相关公司虽然受益于国产替代趋势 未来35 您仍有明确增量空间 然受制于毛利率处于高位的压力 估值环比进一步扩张的难度较大 请不吝点赞订阅